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传奇出他对这种音乐或者这种文化现象 金雷这个歌曲本身极度的一种鄙视 那这样一种情感吧 然后从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歌的原作者其实也在谈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之所以能出现火 就表明它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所以说这个我就是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其实这个东西说起来 什么玄幻呀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说从这个整个这个 按传统的定义来讲的话 这个确实不能算是一个 所谓这种甚至意义上什么音乐呀什么这些 但是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它其实反映了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在比方说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 就在互联网的这个圈子里面 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五环外和五环内 就说的是北京的五环以内的这些人呢 就是无法理解这个五环外面人的这种人的想法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看起来就是和这个其实是类似的 因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歌啊 就今天这个歌曲本身的话 它其实反映了一种就很多这些 相对来说就是所谓的这些城乡啊 或者这种土味啊这些地方 人真实的一种文化这种心理的这种需求 具体来说很多现在有啊就是这种网上这种网络小说吧 就是经常动动辄就几百万字这种网络小说 也也在这个就是这种作家这个圈里被叫做什么爽文 对就是说你读了以后很爽的这样的这种文字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类型都是在这种修仙啊玄幻啊这些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人的生活中反复出现这样一个一个东西 那作为比方说假设比方说我的收入不是很高 然后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我又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一些很奢侈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消费 比方说唱歌呀或者说很多这些可能成本都很高了 那这样怎么办呢 那我就采取方法就是去看一些这种网络这种小说 然后通过读一些这种小说 它非常的这个情节非常的一般都很简单 然后通过读这样的简单的这种文字就可以从中得到这种释放 然后让你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 对所以这样的这个过程就促生了整个这一类的网络小说的这个兴起 但是网络小说兴起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没有与之相应的这种音乐的作品 其实所有的音乐或者甚至所有的艺术 它就是在不停的去反映人的一些生活 然后在这个生活中就是这种相对于进行一些升华吧 从那个生活上进行一些升华要产生的 但是这种大量的网络小说但是对应的歌曲却非常少 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很明显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 这种叫做不匹配吧或者说一个潜在的这种空间 那这个空间的话最后就通过像这样的作品 这种喊卖的作品其实它就传递出来了 而且这种喊卖的作品的话它因为旋律非常简单 所以大家的这个在理解这些旋律的时候就不需要去太多的思考 它里边有一些什么细节啊有些很多 比如说一些交响乐啊很多哪一个声部啊还有哪一个乐器怎么起啊等等 这些就有很多的东西在里边了对吧 这个但是这个像金雷这样的作品它就非常简单 它非常的就旋律非常简单 而且又把那个所有从他的生活里边已经接触到这种网络小说呀 这种信息然后融合在里边 所以它这样子形成的一个作品就可以说完美的适应了这些这样的这些人的这个 其实是中国极大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像以前我当时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收入的这个中位数是在多少呢 就是2000块钱一个月 对这个是就是十几亿人的这个差不多7亿这个中值的这个水平是在2000块钱 那在这个2000块钱的话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其实是就是说生活尤其上比如说北京大上海这种大城市的话 其实生活是可能是就是非常轴心见肘的可能很难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所以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在也就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大城市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 呃就是说其他这些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那种生活状态他们能够消费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他们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呃怎么讲就是说在想些什么在干些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鸿沟的这种产生从某种程度来也我觉得也跟这种就是呃有点有点这种感觉形成了一些这种圈子 或者说也可以说阶级吧反正就是说形成了不同的这样的呃群体 然后但是这种现象我想说的是就是其实以前呃在那个呃尤其是从这个真真分享对种态度上来说 其实就可以反正以前像比方说唐代的时候呢韩玉韩玉就是小学的这个书里边 我记得小学还有初中的书里边经常会出现的这样一个作家吧相当于 嗯他当时在他有一篇文章就叫叫做诗说简单就讲就是相当于他其实就抨击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就是说一边是这种所谓的士大夫阶层 然后另外一边是很多的这种就是说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这种很大的这种差异 但实际上本质是没有差异的对就是就是我想传达一点就是说其实好好像看起来有差异 但实际上都是在反映他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他当时那个文章里面 诗说里面最主要核心的观点就是说这些士大夫觉得就经常去嘲笑这些看不起这些这种就简单说就是普通的这些市井的一些人 这些什么巫医什么乐师百工之类的就是简单说这些有一些技能啊 然后同时生活圈子和他们不一样的一些人 他是一个是一种鄙视的状态 而且他们就认为说一定要比方说要多上资历才可以做作为一个真正才去拜师学习啊什么的 就不屑于和比方说比自己年龄小呀或者说这种资历浅的人之间这种这种类型的学习更多的是只是向上 而且还要在以年龄为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去衡量说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学或者值不值得跟这个人学 如果一个人不是按照这种模式去发展的话他就会去讥笑别人 对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某种上我觉得就和这个前面金雷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出现两极的这种差异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相似之处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相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慢慢这些这些圈层越来越稳定以后就会出现一种必然这种现象 然后从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经常去看待这些现象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很多事情 你一开始看上去就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怎么能这样之类的 但是你如果能够更深入去了解就会发现里边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你会发现其实你一开始可能形成的是一种类似这样的一种偏见对 然后就是说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行或者那个不行 但是实际上的话最后回到本质上它都是同样的一种现象对 只不过就是你可能有你的生活别人有别人的生活对吧 最后实际上的结果就是说一种互相的这种尊重吧 就是说你们这边你觉得开心好我自己我觉得开心好对 大家是属于这种互相尊重的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是完全一样 这个是我今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值得分享的东西 好今天就说这么多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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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